本节目由大家的三连及关注联合赞助播出 那都是假象 还足以太正 不管这么说 我就不想活了 你不想什么了 我就不想活了 你说你说那个窝囊话 你说你不活像谁 你就不没用啊 你得坚强起来 你从你碰到共产党的 你过去那投赢了 你得知愣起来 最近有许多观众向我反映 他们时不时会出现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的情况 听着听着课走神 上上班发呆 撸着撸着 猫就不动了 经常正式做了一半就突然放空 更有甚者会白天出现金色的雨的幻觉 或者深夜梦见LPL夺冠惊醒后发现 枕头已被泪水浸透 这些都是典型的SI后遗症病状啊 非常正常 我也是从S3就开始患病的老病友了 LPL虽失利了 但在疫情背景下的今年 本届S无疑是空前成功的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这张赛事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而对于不同的领域 S的完美落幕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对于上海市政府而言 S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完全体现 上海始终为赛事的落地做的最充分的准备 那我也不止一次表达对上海市政府的赞许 但其实他们的付出 远超我们的想象 今年年初 疫情期间 上海出台了一项措施 明确表态对电竞赛事的支持 以及举办S的坚定决心 7月份 ChinaJoy期间 再度发布两个规范 全力助力电竞产业规范化运转 而具体落实的工作有 协助海外战队选手安全抵达赛场 并予以隔离条件 携手赛事官方 开展峡谷生活月系列线下活动 调度人力物力加速竣工交付时间 本为明年的浦东足球场 等等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 但如果有体制内的小伙伴 就能深刻理解 这轻描淡写几句话的背后 到底包含了多少人力资源 公共资源和配套服务 那这时又会有人问了 那这和非上海地区的我们 有什么关系呢 上海在S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 也让其他地区看到了电竞的价值 而且 据我所知 S11在中国各城市巡回比赛计划 已初步落实 那世界赛在你我家门口举办 完全不是梦想 啊对了 今年4,5月份的时候 完美就向Visor申请 今年的TI 攒移至上海举办 那上海市政府也表态 将全力支持 但Visor说 我就不 有的游戏要凉 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对于赛事方而言 S11意味着 今年阶段性工作的最大胜利 那也让中国团队在拳头内部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而且 在其他赛事还不知道夹在哪里的情况下 也让一些人们 及粉丝宰足了面子 不过 表面上看似一帆风顺的世界赛 却极度面临被腰斩的境地 据拳头游戏S中国赛区负责人Vanson的回忆 在确定赛事落地前筹备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1月23日 武汉封城了 最初 全球只有中国爆发严重的疫情 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 赛事方与拳头总部沟通的方案是 万一到了某个不得已的时间节点 很可能会放弃在中国举办S 然后 本作为风向标的东京奥主委 坚称不会取消的奥运会被迫恶活 国家体育总局又下发红头文件 表示原则上不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可谓三兵在其警啊 当时赛事方的内心 已是千万只吵尼马在奔腾 至于什么时候放弃考虑其他地区 什么时候又只能在中国举办 早已变得不再重要 但细想又异常的魔幻 因为除了赛事方坚定不移的持续推进外 运气也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一是疫情期间 我国实行熔断政策 一旦出现航班熔断 该战队就基本拒绝 二是S在结束后不久 我国就暂停部分国家人员入境 其中不乏参赛战队的国家 可以说是天珠S 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对玩家粉丝而言 S当然意味着过年啦 正如本次比赛主题为所向无前 部分玩家为了亲身参与SI 也不惜一切代价 场上的比赛有多精彩 场下的故事就有多奇葩 小部分玩家不远万里奔赴上海 想着按以往的尿信 怎么着也能买到现场黄牛票吧 老子不差钱 但他们惊奇的发现 场馆外不仅没有黄牛票 更惊奇的发现黄迷们 都转行在卖望远镜 这波是第一层 有个别小机灵鬼不惜Course保安 且花费万元疏通进场 且占了七小时的杠 就是为了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牛批 不过大家不要学啊 有可能是违法违规的 这波在第五层 而我听过最好笑的故事是 在知乎上 有一位叫爱摸大鱼的英雄联盟玩家 在摇票时出于强烈的兄弟情谊 义无反顾的在同行人一栏 贴下好基友的信息 导致好基友和女友小陈 只能被迫分开申请 好基友表示 要是我没中小陈中了 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冲厕所去 当事人表示 你可拉倒吧 这种东西还能中奖 啊 结果 最坏的情况果然发生了 瓦坎达兄弟没中 欧皇小陈却幸运的中奖 当事人在得知消息后 以原地裂开 如此基友 夫妇何求 只是不知道当事人的头是否安好 那事情的后续是 官方得知此事 便要他们免费提供 后续FPL赛事的官赛机会 经历了飞球欧皇的无限反转 这波在大气场 短短的一个多月 看似波澜不惊 却又风起云涌 其实我还好 让二追三 痛苦面具 酒鬼花生 护国生间 所有的一切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虽然还是潮点满满 但也不禁感慨 S结束了 我很怀念他 在今年的系列赛结束后 各赛区分别迎来了不同程度的地震 随着10月11日S全球总决赛小组赛的结束 LCS赛区队伍又一次倒在了淘汰赛门口 也随着LCS三支队伍的淘汰 在直播中透露的LCS改革方案中 好像可以感觉LCS赛区在痛病思过后 貌似终于下定决心要开始改革了 吗 改革了第一刀 便是赛程安排 LCS将春夏两个赛季相融合 使全年只有一个常规赛季 并在赛季中用锦标赛的方式来决出参加MSI的队伍 另外 还放宽北美刺激联赛季业余队伍的比赛机会 藉此挖掘更多北美新生力量 那看来 他们真的很想摆脱北美大唠逼的标签呢 摇季2017年 LPL职业联赛春季总决赛的发布会上 正式宣布了LPL联盟化 至此 LPL开启了崛起之旅 三年两贯一亚也体现了联盟化带来的明显争议 2020年10月3日 大乌龟率领LCK重返世界之巅的第三天 韩国电竞协会联合韩国拳头正式宣布 LCK将于明年联盟化前率先实行 LCK优先协商期制度 同时 宣布LCK步入联盟化 LCK也公布了联盟化后的最终审核结果 非洲队 Bright Esports 龙叉 大乌龟 DYN G 韩华 KT 沙盒 T1过审 而在今年 晋升至LCK的APK战队位置 由男团成员京西厕所投资的BRB战队所取代 联盟化对LCK到底是服是货 不妨关注他们明年春天的表现哦 在X全球总决赛入围赛的淘汰赛上 LGC在与兄弟LGD交手以0比3落败后 回到大洋洲发现 整个赛区都抹得了 10月7日拳头官宣 OPL赛区解散 拳头悉尼办事处关闭 并从2021赛季开始 OPL赛区并入LCS赛区 虽说取消了原赛区 但他们依旧会举办锦标赛来决出大洋洲赛区的MSI及世界赛资格 而拳头还在通告的最后写道 OPL的选手将不占用LCS外援名额 意思呢 就是你想打联赛 想一直保持状态手感 没问题 只要北美赛区有人要你 只要你愿意去 那LCS还是会带你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哦 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 OPL赛区和LCS赛区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 那大洋洲的兄弟们也太惨了吧 本月5日 有个别的TE粉丝在TE公司大楼门口摆放了仪式葬礼花圈 并附文 SKT TE2012-2019曾经的电竞战队已经死去 现在只是一个演艺公司 这就是TE 很多观众这瓜一下就吃不过来了 那TE又没参加热赛 那队员最近又没犯什么错 那战队吃着泡菜唱的歌 突然就被搞了 但其实背后有一个直接原因和一个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11月3日 辅助F的直播间意外露出聊天内容 粉丝们惊奇的发现TE的S1教练为前星际冠军Port 以及英文流解说LS 那如果只是两位录圈内名不见经传的教练倒还好 那粉丝们最多只是不满 并不至于激进 直线原因是TE与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 一起录制的节目最近在韩国播出 节目无意透露的一个细节 出卖了节目的录制时间 在节目中里格账号显示的盛场为424 但现实时间的盛场为572 然后就有细心的粉丝 不 是福尔摩斯开始的推测 572-424为148盛场 然后逆推148盛场得知节目的录制时间为8月16日前后 同时 根据辅助F的发射变化日期 确认录制时间在8月9日之后 也就是对阵强敌大乌龟前参加的录制 啊 主要还是因为那场零比较输了 于是粉丝们瞬间爆炸 粉丝们愤怒的点在于 选手不是明星 粉丝也不是摇钱树 不该无止境的榨取战队价值 现在活着的T1是演艺公司T1 确实 在更换脑摊CEO那一刻 SKT就已经凉透了 送花圈看似很过分对不对 不过有别于国内的传统习俗 韩国人在生日 高中 生殖 结婚 入伙等 都会送花圈 只是这个花和内容不一样而已 所以在韩国送花圈是最绅士的申诉行为 不过这不足以表达T1粉丝的愤怒 他们正筹备物料和资源 准备组织一场小型散布活动 这年头要当个T1粉丝不容易啊 你除了要为战队操心 你还要想办法纠正老板的错误 而T1表示 为夺回2021年全球总决赛冠军 正全力进行教练组换人工作 不用幻想的 多不回答 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这是换教练的事情吗 换CEO才对啊 最近有八卦的网友发现 哈皮周树仪与男团成员张延祺 经常双排打游戏 从7月26日晚到最近 每周不断 两人还被发现曾经一起玩男人杀 小贤人爱豆与双A主播的恋情 疑似被作死 怎么说呢 但凡换任意给女主播 我都有可能相信这瓜 那哈皮就真的啊 不是看不出我周姐啊 只是她爱豆 就是超出了我认知范围 而最近的直播 那哈皮也就只是做出了回应 昨天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 跟你们解释 有人他妈的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上了B站 我看到下面的评论 各种董哥 各种意淫怪 各种脑残 开始带节奏 带节奏就算了 妈的 傻逼 谢谢张延祺送的飞机 谢谢AA张延祺的飞机 然后 还有人说 哎呀那肯定她在谈恋爱啊 肯定有问题啊 肯定怎么怎么样啊 真的是脑贪儿 真的是脑贪儿 我解释了 说我的解释 苍白无力 说我在那里狡辩 我解释的多 又要说 哎呀 急了急了破防了 反正我怎么样 都要 都要带我节奏 我怎么样都要带我节奏 啊 我不是在笑 我不是在笑 我真的很生气 还有董哥在网上分析 哎呀 这个肯定有问题啊 这那 哎呀 我们被欺骗了 周树怡 骗我们 我骗你们什么了 我骗你们 跟男孩子打游戏 就骗你们吗 我骗 我骗你们什么了 啊 我是跟你们一对一了 骗你们钱了 还什么了 还有网上 我昨天刷B站 我真的气得手抖 我气得手抖 说我说我这个还有立单身人设 孩子心理学骗骗钱的 单身人设 单身那把叫人设啊 单身就他妈是单身啊 谢谢我名字应该不错 还不错的十张办卡 谢谢 谢谢我名字还不错的十张办卡 谢谢 还有说我骗 骗观众的 我跟朋友玩个游戏 我骗你们什么了呀 我要骗你们 我还拿我直播打过的号 跟人家双牌啊 为什么不拿大号牌 他白赢的 我白金的 怎么拍啊 我真有问题 我微博还关注人家吗 真的是有毛病 真的有些人真的有毛病 谢谢爽某人的十张办卡 谢谢爽某人 这朋友之间打游戏一起不正常 那再说了 像周姐这么可爱男孩子 还怕没人要吗 要我说 这障眼起也就一般 真正配了上我周姐盛世美颜呢 至少是要水哥起步啦 最后来看快讯啦 苏宁控股集团 向苏宁电子经济俱乐部发布加奖令 哦 红头文件哦 建于苏宁电子经济俱乐部 阿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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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特以全体成员通报加奖 没啰 所以 这只是一个口头嘉奖 那亚军就这么不堪吗 亚军就不是荣誉吗 那亚军给点十日谢奖励都不行吗 谁要你这个虚空嘉奖啊 那什么 把那苏宁一勾都谢啦 太扣了 APL全明星周末将于12月10至12日举行 那此次落地四川省成都市 暂时未公布有无现场观赛 投票活动将于11月中下旬正式开启 那不知道谁又是这次的核心玩家呢 S全明星也将于12月18至20日举行 我看了一下今天变化的赛制 非常有意思 只是被迫与现场赛军事举办 可惜 S全明星投票活动将于11月9至16日正式开启 永恒之声奥恩将在全明星期间上架游戏商城 此皮肤的所有收入都将用于慈善捐款 为奥恩做皮肤这件事本身就是慈善行为 也未免太吵了 不过也好 哥 曾家奥恩 有皮肤了 相信少部分观众都有吃到过最近蚂蚁金龙的瓜 事件很有意思 但具体就不做赘述了 有吸血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了解一下 那我想说的是 双十一快到了 大家都应该有心仪的商品想要入手 一定一定一定切记 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合理使用花杯 千万千万千万谨记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尽可能不使用戒杯 怪人 不要问为什么 只要不乱花钱 天天都是双十一 啊对了 由于X的缘故 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回家了 特此向各位股东请个假 忘批准回去和家里人吃个饭 下周末 新快报停登一周 改为大家晚上好 请各位股东西子啊 如果你看到这里 那应该就是真爱了 毕竟没有赛事 本期节目应该挺无聊的 无论如何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最新的电竞新闻 最秀的赛事吐槽 这里是电竞新快报 我们下期再见 喂 关于双十一还没聊完呢 说双十一要合理消费 那很多东西能不买 这尽量不买 但有的商品是刚需 一次消费 就能带来长久的幸福感 举个例子 当你在早上困着眼皮打架时 它的声波式振动 能宛如抛光一般 彻底清洁你的牙齿 像死头人那层被动一样的牙根软垢 手动牙刷死活轻不干净 它也能轻轻松松的处理掉 体验过这种便捷与畅爽 你怎么能忍受延迟在200以上的手动牙刷呢 当然 用上本来家电动牙刷 你收获得可远不止舒心便捷的生活哦 经过牙科诊所的兄弟们 应该都懂 你治疗费动辄成千上百 治疗疼痛更是让你恨不得说 这牙我不要了 说到底 有买卖才有伤害吗 预防可远比治疗简单得多 我们绝大多数的口腔疾病 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清理牙齿致病菌才是关键 实验早已证明 电动牙刷清洁力度是手动牙刷的83倍 清洁牙菌的效率是手动牙刷的4-6倍 华西北大的口腔专家们也强烈推荐使用 萌芽家电动牙刷我自己已使用了半年 不管是档位震动防水还是续航 样样高配绝对不需进口大牌 并且萌芽家承诺 两年内质量问题都可以免费换新 正因如此我才放心推荐 朋友们尽管放心买吧 评论区有大额福利 优惠很实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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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